红瓶盖白酒生 中国茅台酒愿近实名 是有钱也不见得喝得到的一体黄金 但重见落马的背后动作 同样有钱也出不来 贵州茅台前董事长袁仁国 2019年被控利用植物质变收贿 不把金额高达台币4.72亿 但侦查期间如实公罪 加上主动交代大部分尚未掌握的 犯罪事证也缴回全数赃款 法院决定从轻发落 判处无奇 自从袁仁国进入茅台集团 他的家人从2004年起 就靠私卖茅台 获利近10亿新台币 而且不光他一家人赚 甚至还官官相顾 更曾有经销商为了讨好袁仁国 赞颂定制的物工金金顶 上头还故意引经据点 喝上纠罐钱人国 马屁开导气质 袁仁国把经营权当作自家摇钱树 带头破坏档季国法 捞取政治资本 牵动超过上百人 逼得北京政府不得不大刀阔斧 战除茅台乱象 好我们要欢迎这段新加入的来宾友 首先介绍的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介绍的是财经专家邱炳宽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新竹的房仲业者 庄从豪 大家好 我们还要介绍律师 谢志杰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恒大事件 这个台湾的股市是浅跌市场 没错 好稍微一个风吹草动一叠叠了好多点 对没错 所以有人说国企接手恒大就搞定了吗 好像也不一定 那么现在呢 来一来啊 那他到底会不会 中共就放了给他倒 就那天有个消息出来了 中共决定把它分成三块 你知道吗 分成三块 我可能接收哪一块哪一块哪一块嘛 红仙而已 这一毛钱都没拿出来 他的股票不能吓 他的股票很惨了 已经跌了80%到90% 因为他的子公司非常多嘛 跌那么多以后 虹山一棒出来 比方百分之三十人 你知道吗 聪明的人 在那一天 赶快卖掉 赶快卖掉啦 卖掉你可能会投 因为到底真的假的 没有人知道 因为外电 也不知道 外国美国的報告 只是因为就是这些公家 选择唱衰说 根据他们可靠消息显示 中共不就 你知道吗 打算让他倒 他到底是怎么不知道 那么事实上 中共这个样子 你不要小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上半年 單單中國企業的債券違約金 天啊 竟然高達625.9億的 相關的人民幣 我們算代表差不多3千幾億 有一半是國企 對 國家這個相關中國國家企業的 等於說所佔的金額 這比去年還有之前都要高 也就是說他們的國企違約 違約對不對 不然時間我應該要納貸款 納相關的利息 紅瓶蓋白酒生 中國茅台酒願近實名 是有錢也不見得喝得到的一體黃金 但重劍落馬的背後動作 同樣有錢也出不來 貴州茅台前董事長袁仁國 2019年被控利用植物質變收賄 托法金額高達台幣4.72億 但偵查期間如實公罪 加上主動交代大部分尚未掌握的犯罪事證 也繳回全數贓款 法院決定曾經發落 和褚無期 自從原人國進入茅台集團 他的家人從2004年起 就靠絲賣茅台獲利近10億新台幣 而且不光他一家人賺 甚至還觀觀相互 更曾有經銷商為了討好原人國 贈送定制的物工精精頂 上頭還故意印經據典 刻上揪灌前人國 罵屁 嗨到極致 原人國把經營權當作自家搖錢術 帶頭破壞當季國法 撈取政治資本 牽動超過上百人 逼得北京政府不得不大刀闊斧 斬除茅台亂象 索原發光眼球加上招牌手勢 在台灣一度被叫做 鹹蛋超人的日本動畫超人力霸王 伊卡中國翻譯為李嘉奧特曼 受到廣大孩童喜愛 卻在一切間全被下架 在騰訊 愛奇藝等平台上 連片段也不剩 但到底為什麼早就有端努力 暴力情節被盯上正還好說 但更讓人小不錯的在後面 21部動畫片包含佩佩珠 依珍泰柯南也能上榜 但到底問題在哪 消保委員會舉例 佩佩珠在劇情中 有打開飛機艙門 懸吊在半空的行為 認為是危險示範 因此被列進問題店 中國沒有設立動畫分級制度 家長也不太會帖還以法官 直到幾個月前 有家長選舉大量影視作品 還有暴力犯罪內容 外界才猜測可能就是下架原因 不過網友炮轟 倘若以暴力為由 那抗日神劇也該下架 家長管不動逼政府出手 政府卻脈絡直接開砸動畫作品 讓中國而是經典 只能追憶 我們要歡迎這段新加入的來賓友 首先介紹的是政治評論員李正浩 大家好 介紹的是財經專家邱敏寬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新竹的房仲業的 莊崇豪 大家好 我們還要介紹律師謝智傑 大家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恆大事件 這個台灣的股市是潛跌市場 沒錯 好稍微一個風吹草 都一跌跌了好多點 所以有人說國企接手恆大就搞定了嗎 好像也不一定 那麼現在呢 來一來啊 那他到底會不會 中共就放著給他倒 結果那天有個消息出來了 中共決定把他分成三塊 你知道嗎 分成三塊 說我可能接收哪一塊 哪一塊 哪一塊嘛 鳳先生而已 這一毛錢都沒拿出來 他的股票本來咳嗽 他的股票很慘 已經跌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因為他的子公司非常多嘛 跌那麼多以後 鳳先生一放出來 平衡百分之三十年 聰明的人 在那一天 趕快賣掉 趕快賣掉啦 賣掉你可能會投 因為到底真的假的 沒有人知道 因為外電 也不知道 外國美國補助是說這個公家 跳說唱出來說 根據他們可靠消息顯示 中共不救 你知道嗎 打算讓他倒 他到底是怎麼不知道 那麼事實上 中共這個樣子 你不要小看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上半年 單單中國企業的債券違約金 天啊 竟然高達六百二十五點九億的相關的人民幣 我們算台幣差不多三千幾億 有一半是國企 對 國家這個 相關中國國家企業的這個等於說 所佔的金額 這比去年還有之前都要高 也就是說因為國企違約 就違約對不對 不然 只要我應該埋什麼 埋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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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貸相關的歷史 我跟著皮皮 我就幫我倒 我不繳這樣子 越來越嚴重 那到底會不會救 你不要想說國企他就會救 不會的 為什麼呢 各位 以之前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好 我們知道東北 中國東北不是工業重鎮嗎 以前曾經有一個瀋陽機床 瀋陽機床是什麼 我們做的機器相關的這個 像床一樣啊 那個機器有沒有 他都在做 製造 他剛才去做 他運氣真的去做的製造業 哇 全世界製造會整個瀋陽機就對了 對 沒有錯 製作工廠的機能 然後呢 包括外銷出去喔 2012年的時候各位 依喜四戰率世界第一 180億人民幣 他只外銷出的 那種爽快事 我是全世界第一耶 很了不起啊 你會覺得哇那不得了 還有再加上其他的這個 機床工業的這個體系喔 他們號稱都有18坑 叫做十八螺漢 那時候我們中國工業 哇了不起啊 高水平啊 全世界都在我們掌握之中 全世界十大企業裡面 他們佔兩間你知道嗎 你這時候十八螺漢 多了不起 那是2000坑12年而已 六年後 人家說兄弟沒有老婆子 是什麼呢 六年後引進開放 德國 日本 美國 這些全部都進來了以後 人家是用高科技 人家是用最新的這個 比如說機床啊 結果只有2018年 竟然虧了202億人民幣啊 然後呢 隔年又虧了50億 最後落得一個破產重整啊 然後呢 從此以後 連什麼全世界十大都 再也擠不進去 所以你就知道 它其中的這個差別啊 那除此之外呢 東北曾經很有錢 我們經常說虎順啊 漢洋鋼鐵廠 虎順煤礦 東北工業非常強 我跟你講 產到什麼程度 產到曾經 他的大量的國企 因為經營不下去 十九萬五千名的員工啊 下降 所謂下降就是四億 下降四億 有十四點三萬人啊 基欠工資最久 九十五億 拜託 我們一年也十二十五億 基欠工資競爭九十五億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以為說 中國好像大家以為說 中國像黃金瘋一樣啊 好像到處都是賺錢 不是的 你也不要以為 跟這個中國的國企 也就是國家的企業 就賣了錢 完全不是這樣 不是你想像中這樣 而且跟你講 你要小心啊 國企中國有一個 共產黨有一個很特殊的 他接了這個賠錢的國企以後 大筆一揮 他曾經這樣幹過 大筆一揮 六十億的債務不用還 不用還是誰倒楣 銀行跟老百姓 那麼消費者倒楣啊 但是一揮六十億不還 那你怎麼辦 你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 什麼錢也都拿不回來 好我們來看看 在台灣呢 台灣算是這個資本市場嗎 就是你要賺錢要各憑本事 台灣的這個貨櫃栓 算是台灣的航海三巨頭 中國有一隻光是中遠 其實就縱橫全世界了 很多的港口一一買下 但是賺的錢利潤 好像沒有台灣的好 怎麼回事 我先講中遠喔 中遠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 他其實已經不只是 中國的一家航運公司 而是中國打造海上絲綢之路 一個重要的關鍵公司 比如你看喔 這是中國企業在海外 對港口收購或者是擁有 或是持有的公司喔 你看中遠是這個紅色圈圈對不對 你看這紅色圈圈 一路從這個中東地區 到地中海地區 到土耳其 希臘 義大利 荷蘭 比利時 歐洲 全部紅色圈圈 你看一路都有中遠的公司 藍色 對 紅色圈圈是藍色 然後中國招商局是紅色XX 然後呢 這個其他企業 這是這個所謂三角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於中國來說 他是非常有企圖的 透過包含中遠 包含自己的招商局 包含其他企業 從澳洲一路連到亞洲 然後自己整體到地中海 然後整整出歐洲 所以這件事情呢 其實引起了非常大 國家的注意 我們來看下一張 這件事情發生狀況 是什麼樣子 中遠其實過去 在很多時候呢 都是偷偷去買 那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願意跟中國做生意 因為中國信用良好錢多 而且我買的時候呢 我還這個直接幫你蓋好 所以說全世界大概 八成左右是靠海運對不對 可是10家港口最大有7名 7家是中國的 所以中國其實 一直收購的時候 他希望變戰略之用 可是最近中遠竟然踢到鐵板 你看中遠局長 與漢堡港 為什麼呢 因為他買了希臘 他那個時候在希臘破產的時候 買的非常非常便宜 大概三四億 就把希臘這個港口買下來了 結果他想要 就是魯法炮製嘛 去把這個漢堡 就德國漢堡港港口 收購35%的股份 原本都談得好好的 可是最近中美對抗過程中 抱歉 德國這邊說 我不能再讓你買了 為什麼不能 原因很簡單嘛 你要知道這個港口 第一件事情 在經濟的戰爭的時候 他站在全球80%的生命線 那這個時候呢 中國如果接受打壓你的話 說停就停耶 而且我不用真的停 我砍你半個月一個月 你可能就收 你供應鏈就出問題 就受不了 打仗的時候他變軍港 所以說現在中遠 踢到一個非常大的鐵板 可是當中國踢鐵板的時候 其實誰會 誰會佔便宜 所以我常講說都是 所謂中國跌倒 台灣吃飽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在問說 到底我們的航海王 我們海運 到底未來還有沒有任何的行情 等等的 我先看中遠跟陽明 中遠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 因為國家力量的介入 而導致獲利不如預期的一個公司 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 中國很多科技公司 因為國家力量介入中國公司 其實獲利不如預期 你看中遠 他其實每一箱的獲利是296.93塊台幣 可是陽明每一箱獲利是471.08塊台幣 發生什麼事情呢 很簡單 因為我們現在都要買倉費 對不對 你貨物非常貴的過程中 你如何確保我的貨物可以優先上 各種行業公司就巧立名目 有的是買倉費 有的是篩港費等等的 我們陽明的買倉費 當然就正常供需原則 經濟上買倉費一度是這樣 比貨運費還貴 對不對 貨運費假設一千塊 買倉費到一千一千五都有人在賣 可是中遠 他們國家因為擔心中遠 或是說中國內部的買倉費 超出預期的時候呢 他中國人一定會怎麼樣 大筆大筆 中國人什麼沒有錢最多 買倉費到時候 比貨運貴兩倍三倍 我覺得以中國科技都有可能 所以中國就強制要求 中國內部行業公司 不可以收買倉費 所以也漸漸導致中遠 雖然有不錯的這個 你看總運量 對不對 300萬箱科陽明是60萬箱 可是他每箱獲利 反而不如預期 那很多人都在問 未來 這個我們貨運 到底還有沒有搞頭 你看謝金河社長已經說 貨運近來呈現爆炸力的表現 未來長榮陽明 萬海實力已經超過中遠 怎麼說呢 我目前跟大家講 現在整個貨運業的狀況 貨運業其實 對很多人來說 已經漲了太多 我們到底未來再去投資 或是他到底看不看好 可是 有一件事情大家可以做指標 包含Costco說什麼 他現在每一天 從美國運到亞洲各地的 他大概要多三週到四週的貨運 所以他整個貨群拉得非常非常長 為什麼 因為在塞船 塞港 塞貨車 然後呢我看到最誇張是Nike Nike說抱歉我現在進貨成本到發到亞洲 或發到其他國家 或從亞洲回到美國 也要幹嘛 多大概多一倍的時間 人家問說為什麼是單純運業塞船嗎 他說沒有 連鐵路都塞 不只是貨車連鐵路都塞 然後呢我們台灣的橋山建設 橋山建設 有我們運動器的運美西 他說我每一個月光運費要多兩億左右 我多兩億運費 那可以讓我準時到達嗎 他說沒有 平均要慢三到四週啊 所以說現在整個航運業其實是什麼 是四缺啊 缺船缺貨櫃 缺什麼 貨車 還有缺港口 所以說當航運整個都在 整體都大缺的時候 現在九月其實是淡季對不對 九月進入到淡季的時候 竟然有航運公司說 我九月到明年三月要動漲 動漲是什麼概念 動漲是不是 表示未來不看好 不是 你在淡季的時候喊動漲 意思是什麼 我第一個我淡季的時候 我價錢不會跌 第二個到明年三月的時候 動漲結束幹嘛 會開始上漲 所以說整個航運期其實 不只現在看起來不錯 連到明年至少低進起來 整個狀況都會蠻好的 好這是我們看到了 這個兩岸之間 這個航運的一個表現 另一方面再來看看中國 現在中國遇到的難題 還包括了呢 有限電的一個狀況 煤價大漲 現在很多的公司 因為限電的關係 導致乾脆就直接停場算了 去年因為煤炭策略的一個錯誤 中國為了面子的一個問題 去制裁澳洲 結果後面發生什麼事呢 冬天結果爬爬二十幾人 都上去上班 然後很多人呢 沒有辦法做整個取暖 那怎麼辦呢 很冷發抖發抖發抖 他說靠著發抖來做整個取暖 這是去年冬天的事 可是各位 今年中秋才剛過 居然中國又限電了 而且我認為這次的限電 裡面貓膩很多 為什麼呢 先來談兩個狀況 今年有兩個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金小胖 什麼叫金小胖呢 有金字編的鋼漲四成 銅鋰鋁這些呢 最瘋的時候呢 漲超過一倍 所以呢 中國他就說 我要壓抑價格 我要壓抑價格 他就把價格硬壓 先說就硬壓壓下來 可是壓呢 全世界的價格還是漲啊 所以在整個金小胖之後呢 後面又出現一個名詞叫煤超瘋 這個煤是煤炭的煤 為什麼呢 大家去換轉眼一看 煤從去年到今年 嚇死人了 他一口氣漲漲了170% 漲了1.7倍 好我們這個故事 要從這個地方開始講了 那煤漲這麼多 對於中國來說 那怎麼辦呢 我要靠煤來發電啊 所以最近呢 他們就出現了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叫什麼呢 這個議題叫做能控雙號的一個議題 他就說呢 你們有很多的省份喔 來到這裡請各位注意喔 你們這個地方完全沒達標 那為什麼呢 今年最重要叫節能減碳 可是包括了江蘇廣東 有9個省份 你的用電二氧化碳 不但沒有減 而且你還增加 那目前包括了浙江跟安徽呢 每年都要求你們節省5%到10% 你們也都沒有達到要求喔 所以要求說你們這些高耗能產業 要馬上降載喔 各位這一降載出問題了 為什麼呢 高耗能產業都是請最多人的 包括水泥造紙鋼鐵燃坊 福建的燃坊廠喔 他們說我手上的訂單 現在就已經在趕著要運到美國去了 現在美國又塞港 美國的港口最大港口叫紐約 紐約現在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整個外海衛星圖拍下來 通通都是船 那為什麼在等船呢 港口進不去啊 那港口說後面的整個田路也出不去啊 一層又一層的塞 然後呢他現在貨全部塞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又給你限電 我問各位 這個是死環節啊 永遠解不開啊 就變成永遠解不開 那永遠解不開 現在很多的廠商這個地方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為什麼呢 重災區就來了 目前的一個重災區的部分的話 剛好跟各位談喔 目前重災區包括了浙江 福建 廣東等等 那目前福建跟廣東喔 包括了東莞 後接中山珠海 目前的停電是不知道何去何從啊 為什麼呢 這裡面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議題喔 每年到了過年前 大家都希望把家裡面稍微整理一下 對不對 所以是家具需求最多的時候 那在東莞跟後接呢 全世界的家具 不說不知道 全世界七成的家具從這個地方出 那這個地方卡住啊 完全都不能動啊 然後他們說 那我東西都不能動 這個該要怎麼辦啊 結果很多人說 你們那邊喔 至少都還可以 稍微稍微 稍微往前走一點 有一個地方叫接陽 這讓不讓人活啊 先說喔 開一停六 那各位 開一停六日子要怎麼過啊 一個禮拜七天 我只能夠做一天 剩下的六天 我都要來停工 目前包括了佛山 包括了汕頭 開二停五 這個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啊 他們就很多廣東 很多吉他的省份 發現原來每天所供應的電量 只有平日的一半左右 所以包括了像陶瓷啦 化工啊很多的 他們可能都要做機動性的一個停工 但現在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呢 很多化工業很多特殊產業 那個爐子不能停的 那個爐子就是要加熱加熱 加熱到一定的時間 它才能夠到最好的一個效能 所以呢 你爐子關關停停 根本不知道怎麼做 最近 大陸的朋友就說了 他們又在搶發電機了 那麼主要在搶發電機呢 你去想想看 電說來他來 說不來他就不來 你這個廠要怎麼開下去啊 正好我不請問你 這個限電的危機何時能解 其實中國是這樣 中國之所以限電 原因是他們其實兩個狀況 一個他跟澳洲煤搞定 他跟澳洲 其實澳洲他的煤 是主要中國進口的煤之一 那另外我跟澳洲打貿易戰 那我不跟澳洲買煤 我就跟巴西買煤 剛剛幹嘛缺貴啊 你巴西的煤 你不見得能夠到中國 所以呢中國各地 現在開始出現限電 甚至我們看到中國煤 煤礦場現在到什麼程度 我們過年會去買限量商品 限量商品大家排隊對不對 你去中國現在當地看煤礦場 外面的貨車是一輛輛排在外面 你一挖出來 然後呢就直接上貨車 再走再走再走 然後中國當地呢 因為你煤不夠 他的火力發電結構很怪 中國大概啦 七成左右是靠火力發電 那你七成火力發電不夠的話 你煤不夠 火力發電的電量就會不夠 電量不夠的話 就開始各式限電 那你開始各式限電的時候 很多人就有說 不是啦 這是中國為了這個 要減少碳排放量才出來 這是中國現在的摺胸庫 可是問題是 你要知道 如果是減少碳排放量的話 我限電應該都會規劃 比如說我幾月幾號幾天 下午到幾點停電 可是你現在看到中國 都是無預警停電 無預警停電 就是跳電嘛 就是說我們這個負載太大 然後就跳掉 所以這跟為了限制 所謂的碳排放量 也沒有關係 所以看不出來何時能解 很難 因為中國一直想要 置身於世界之外 因為你中國跟全世界打貿易戰 那就變成說 你自己所有原物料 都要自己自主啊 你的煤不夠 你的鐵不夠 他甚至連鋁吉內亞 政變完 他的鋁也不夠 所以對中國來說 我坦白講 你要嘛就是選擇 融入整個世界 變成世界村的議員 大家好好去做自己的生意 否則你要置身於世界之外的話 現在就是中國的後遺症 好所以其實在中國台上 自己真的要想想未來的路 到底還有多長要怎麼走了 過去是蠻多台幹去中國的 後來呢陸陸續續回來了 這中間都是偏偏血淚 對不對謝律師 是這個限電苦了大家 但是那個一個人 一生去了中國之後 怎麼做生涯的規劃 大家可能要好好想想 我講一個我實際遇到的案例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食品廠要去中國大陸打天下 那那個時候呢 為了要去打天下呢 老闆呢這個食品廠的大老闆 就跟他的下面的幹部講說 我們現在要去中國了 那去中國呢大家辛苦了 那我開第一個條件是 第一個是說你可以帶家屬去 那帶家屬去之後呢 公司一定會好好照顧你們 那第一個是租好房子 然後呢有阿姨 第三個是你的孩子去了那邊呢 那你不要跟這個中國的小朋友 一起念書公司出錢 讓你的孩子念美國學校 那這個台幹聽了之後就覺得 這個條件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就舉家就跟老闆 就去中國大陸打天下了 那後來這個食品廠真的也做得很大 那他的功勞當然功不可沒 他後來就升到副總級 那當然因為他們整個事業題很大 他這個副總不是說總經理下面的副總 是講說有好多個副總 然後分別做不同的事業部門 不過說起來這個當事人 也已經是所謂的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一個位子 就做一做做一做 大概過了這個七八年左右 老闆突然把這些台幹 都找過來使眼色 然後做道德勸說 意思就是說你們這群老台幹 固然公在公司 可是你們又住這麼好 然後小朋友又念美國學校 對公司來講真的是一個負擔 我們為了要統一管理 現在公司也有宿舍了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專心的為公司服務 家屬就麻煩你們把他安頓回台灣 當時回台灣之後 那個台幹為了要安家 還在台北市買了一個房子 所以現在這個太太跟小孩 就住在那個房子裡面 有留個本 但是因為他在中國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第一個是他是真的是很打拼 很為公司的一個 他說他先生其實是一個蠻認真又蠻負責的人 所以對公司的忠誠度原則上是很高 所以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中國 等於說很少回台北這邊來 跟家人相聚 所以其實後來小朋友回來之後 其實是跟爸爸的感情是不太好 等於說因為爸爸本來在中國就很打拼了 然後又很少這個台幹 一年就回來兩次 過年的時候回來一次 中秋節回來一次 後來這個台後來他先生 我們後來打官司到後來 他先生為了維生 後來就去當計程車司機 後來婚禮了是吧 婚禮了 站在中央公園身處無上露台 望向一旁的柯南愛情橋 有光電造景 更有浦浦風綠色地景裝置藝術 還有一大片綠地 這是水南經貿園區內建 台中綠美圖電影中心 一旦建設來了 地價也跟著上來 運動品牌連鎖賣場餐飲或咖啡店 沿著水南經貿園區邊界大品牌插起進駐 和園區只有一路之隔的單元八重畫區 出現單價百萬帝王 而且新舊帝王之間也是只隔一條馬路 單元八前後任帝王 此刻還是空地狀態 被知名建商列地買入 單價破百萬引起矚目 因為景名水南經貿園區內的正帝王 單價每平280萬 落落核心區段 一旁單元八舊帝王 單價115.7萬 對與新帝王單價則是124.4萬 兩塊地行政區不僅有西屯北屯之差 也只隔著經貿五路 不過單價價差將近9萬塊錢 建商狂砸50.36億 買下鄰近水南經貿園區的 第五種商業區用地 金額一出讓單元八帝王 從這個接貨換到另一個接貨 讓兩塊黃金間地 價格行政區都是一路之隔 現在你要帶我們到中南部哪裡來看房子呢 我要強調我不是帶中南部 是全台灣 全台灣現在都在賣房子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普通的買的是房子 建商什麼買地嘛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有檔期嗎 一個是329 一個是520 第三個是928檔期 928檔期最重要他幹嘛 是看下半年度的房市景氣 當溫度器 928檔期現在光是大家賣房子 推案是五年新高 你敢推那麼多案子 表示你對於這個有信心嗎 可是很多人都在問 到底全台灣有哪一塊沒有在漲 我跟你講 大家建商都在列地 當建商都在列地的時候 他就像一個水波效應一樣 未來兩三年內房價一定會一直往上推 一直往上推 第一個先講小港地區 我們都知道小港是一個比較舊的這個社區 在南高雄這邊 可是因為他現在有個新的重劃區 開始去開標 結果呢有一個建商 他一買買4塊地號 4塊地號花了4.76億 買完2000坪 這個建商榮大營建 他買完之後 手上持有的土地到什麼程度 14000坪 一直到2024年底到2025年底 推案的土地量都夠 所以說你看喔 當榮大建設開始大量在買地的時候 我請問這邊能不看好嗎 甚至喔 你看喔 小港這邊有個台塘核建案對不對 他也推一塊土地 當地的建商就說我之前有陪榜 那現在狀況好像不錯 我底標一口氣加4成 想說應該穩了吧 結果呢抱歉 你知道榮大底標是加幾成嗎 7成才買到啊 所以搞清楚狀況 他以為加4成會重啊 結果一大堆台北來的建商 一個建商拿8成5底價 一個拿7成5的底價 底價13億6千萬 變25億1000萬成交啊 所以呢 讓這個本地建商跟房東 高雄站起來就傻眼耶 我想說我高雄多少人沒有投資 我加4成應該已經很看好了吧 就既然北部不是說好 強龍不壓地頭蛇的吧 怎麼來壓我們地頭蛇 好了 我這邊講完南部對不對 我們來看北部 北部機場捷運A20跟A10 是新的土地開發案 A20其實在中壢附近 A10其實我講白在爐竹 可是A10有個很好狀況喔 他距離林口只有一站 所以說他離林口生活區很近 那A20臨近哪裡中壢 那不用說了嗎 那等於就是市區 所以最近開始做這個土地標售案 桃園市政府 一天就賺了200多億的土地標售案 那這東西也沒關係嘛 反正我們後世看長 最扯是說 當大家在建商在投標的時候 發現有教會在旁邊 也跟著投標 為什麼其實我們都知道 教會的地都是買的 沒有用租的 所以教會的資產是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就教會都看好這邊 上帝的旨意一買買200多億 然後這都不誇張 現在我幾件事情跟大家講 台中 台中你只要建商現在開始瘋狂買地 可是其實台中開發蠻早 尤其是台中市區就是那些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最近把歪腦筋打在哪裡 打到加油站上面 加油站 買加油站可以嗎 我跟你講 加油站其實因為有加油站 其實是有法規的 你不是隨便一塊地就可以設加油站 加油站最少要規模什麼 兩面要零路 而且它的面寬要20米 這是天然的好地點耶 那我買下來之後呢 如果連旁邊也一起買下 因為加油站當然 單純要蓋房子可能是有點困難 可是呢當你有加油站這邊 你再把周邊稍微整合一下 你這塊地基就是天然的 天然的這個方正的地基嘛 然後進出又方便 所以台中建商開始買加油站 然後呢 這個KDP的南霸天就是響溫星嘛 我們講我們台北人去錢貴 南部也一定是去響溫星 現在也在台中 一買買4.5億的土地 對他來說是非常非常划算 為什麼很簡單嘛 我這塊土地買下來4.5億 我蓋了所謂的那個響溫星之後 我營運 營運是一回事 可是我土地價值也會上升嘛 所以呢你看到 南霸天也北上來台中去買地 然後呢中華郵站跑去文山區買地 創效文商區的最高紀錄 文山區買地最高紀錄 竟然不是所謂的由一般建商 所以你看我一路講過來 從南部然後買到中部 然後買到北部 你幾乎所有任何一塊地 你能夠想像的大家都在列地 那重點來當建商開始列地的時候 我以這邊所謂A10為例 A10其實我去年就來看 我去年看還20幾萬 我剛剛手機看變30萬了 那東西變成是說 我有一個半年就已經差了 每一坪就已經差5萬差7萬了 所以到底你如果要問我 哪一塊地不會漲 台白講我還真不知道 哪一塊地不會漲 好事實上這幾年來 建商真的是賺到錢了沒有錯 他們賺夠錢之後就開始列地 列地之後他可以囤著 到時候再看看怎麼樣使用 但是關鍵就是說 我們不要當買到這個草糕之後的 那個最後的老鼠 所以出手的時候千萬要冷靜 但有一些地方呢就是 人流入的這個地方比較多 比方說像台北的內湖 人滴在哪裡 比方說新竹區 人滴在哪裡 我們今天終於請到了這個 新竹地方的房仲業者了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好幾次 這個竹北買房子買到多誇張 大家覺得這會不會只是 新竹的都會傳說 本人現尊來到現場 竹北買房子有這麼誇張 那這個如果要講全台房子叫很熱 新竹尤其是竹北 我個人說沸騰來形容 現在還是 還是一樣 你有錢不一定買得到房子 不是怕你沒有錢 你捧著錢不一定買得到東西 這是真的 那為什麼竹北有這麼大的能量 你說竹北大概五年前 他的行情大概就很穩定 也不差但是就補通 跟全台比起來差不多 但是因為他提出很多議題 包含我們的遠東百貨 生意園區 AI遮園區 都在近幾年都已經 對沒錯然後還有影城 都在近幾年都要完成了 然後像遠東百貨 今年年底就會開始試營運了 這些算是一種正向的力量 進來之後 竹科人都很喜歡這種環境 然後他們買房子都喜歡買新的 他們不喜歡買舊的房子 所以他們就會來竹北看 因為竹北的房子又新又大 環境又好 他們就一窩蜂的跑進來 然後竹科工程師其實 工程師真的不好找 所以從常公司都會給他們 比較長期的合約 福利不錯長期合約 所以他們等於就想說 我就要落地生根了 那我就要在這邊買房子 所以他們是捧著錢 那他們都有一些計獎金 年度獎金 其實他們身上是有錢的 所以他們就捧著錢 直接竹北哪裡有房子 我就趕快去買 尤其他們竹科工程師 都自己成立好幾個這種 類似買房的群組 然後哪裡有物件釋出 會在上面一船子十船百 就跟傳這種網路美食小次一樣 一上去隔天馬上排隊 一間房子可能兩天就可令掉了 屋主一說要賣 可能當天或隔天就賣掉了 所以你從事房中業幾年了 我差不多六年而已 你這六年都在 我從桃園到竹北 新竹都有跑 所以今年算是你非常好做的一年嗎 今年真的非常好 今年真的非常好 從什麼時候開始竹北變這樣 竹北去年就開始了 去年慢慢延燒 現在已經幾乎燒到很頂峰了 已經超越了 以前我可能就講很多店 一年的業績 可能一千萬算很厲害了 現在有些店 一個月就一千萬業績了 一個月 甚至還有兩千萬三千萬的 都有聽過 而且是賣房子 不是賣什麼大筆的土地 所以這算是竹北很特立的一個現象 那你說房價也高 因為他單價高 當然我們的服務費 我們是照%數算了 買賣總共6% 所以算起來的話 他擁搜自然就很高了 所以服務保守都不錯 都不錯 所以你跑對地方了 算是跑對地方了 你們比起台北呢 台北的房仲業 現在比起來 因為竹北他的剛性需求 力道太大了 對他不像說可能其他區域 需求比較善 因為他竹客工程師 他不是投資 他就是我邊買來自用兼投資 既然自用 我肚子二八都要就是要吃飯 我需要在這邊落地生根 我就是要買房子 好啦我在逃竹苗 我就是一個公務員 對 我買不起你們竹北的房子 但是我要在這邊落地生根 我要往哪裡去 我說真的 真的就是竹北 真的就是竹北 因為竹北 你高鐵站到台北 到桃園 可能二三十分鐘以內會到 很多台北客也因此下來竹北買 他寧願這樣通勤 高鐵月票不貴 他這樣通勤 他買房子他賺到 有啊 我有一個朋友在東區 他想要賣掉東區 四十年漏水的老房子 去換竹北的大房子 全新的 而且買了大全新的 可以換兩間 我補充一下我2021 2011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新竹念博士班 然後在竹北租房子 新城屋很漂亮 一個月不到一萬多塊而已 然後我租了半年 房東就說 要不要叫你爸來這邊買 我兩百萬賣 我新城屋樓中樓 你公公 對房東 因為房東那擺很久 沒搞頭 然後一萬多塊 連房貸都不夠付 他說那我兩百萬賣 你爸 我就好我要買兩戶 然後我就說神經病了 我才不要跟你買 坐下來的時候 你聽他講完那個行情 我瘋了是不是 我跟他買個兩戶三戶 你現在去跟房東下跪道歉 交換兩百萬賣你 他現在說一千萬 你兩戶三戶 你現在就不用坐在這裡 我現在還坐在那邊 賺通告費 我跟妳講 選擇比努力更重要 投胎比選擇更重要 正好你不要懊惱 竹南現在是不是還有機會 竹南當然還是有機會 因為畢竟你看竹北 他建案就這麼多 目前已經算是沒有法 房子可以賣的 尤其我講這些工程師 喜歡新房子 老房子有 但是他不願意去接觸 他們要新房子 那接下來外圍會燒的是 新豐跟竹東 這兩個區域 目前也有看漲上來了 有些都27 28 29 已經快逼近30了 這是已經歷史以來很高的 一個行情 你說接近竹南的苗栗就對了 竹南跟銅鑼可以多注意 因為再來的一個重工業區 因為包括利基電台積電 新廠都在那邊 所以那邊我認為 現在也相對便宜 那邊新房子的供給量也還多 我認為五年後跟七年後 那邊有可能去仿造 跟竹北一樣 竹北我五年前去看房子 大概一千六到一千七 現在呢 都前面跳一個一 一千六一千七的 變成兩千六兩千七 兩千五的現在 大概跳到三千七到三千八 那如果我現在有一千六百萬 我現在在竹南 銅鑼那邊 就可以買到不錯的房子 應該還不用那麼貴 現在還不用那麼貴 我以前是銅鑼相長 我這邊銅鑼就有 如果銅鑼長起來 我再請大家吃飯 你不要亂賣喔 你留著 好 就是說有時候你眼光要放遠一點 但是你要等啊 有時候這個等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聯電 聯電你五十四塊買的 然後他就給你跌回五十塊 跌了N9 你想說好多人回來五十五塊 趕快賣了要跑 他就衝到七十塊了 土地會不會也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是專門看一些冷門地 沒有錯 你剛剛講聯電 聯電我最便宜 曾經二十一塊買過 不過我沒有等到現在 我之前就有把它賣掉了 那麼各位 我們在講很多土地土地的 過程當中啊 事實上有一種土地 大家比較沒有注意 好像覺得他升值這個 這個前景沒那麼好啊 工業用地 你知道嗎 在三重 沙寧波工業區對不對 他一瓶可以喊到 現在也可以喊到一瓶 高達八十到一百萬 那麼在五股跟新莊 可以一瓶喊到六十到七十萬啊 那麼有人就已經形容說 你是工業用地 他變成是像工業用地的大安區 什麼叫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 是非常非常貴的一個地段 就對了 那麼為什麼工業用地 會這麼搶手呢 因為很簡單 過去五年台灣的工業用地 那麼大概少了一個竹科這麼大 就是有一個竹科不見了 竹科的工業用地不見了 但是我們的住宅用地 多了一個竹科這麼大 也就是工業用地搖盛一遍 變成了這個等於住宅用地嘛 住商混合嘛 它的價值不一樣的 我記得幾年前曾經有一個 這個集團不是老闆出了一點事嗎 扯到了一些黑心油事件嗎 新北市一塊土地對不對 上好幾萬坪啊 他本來可以本來 如果只要地幕變更過的話 兩百億以上 就到後來因為這樣子 因為他的事 最後呢 那麼在那個時候牽扯到 本來他只要不要出這個是 一賣轉手一賣就賺一百億啊 你知道嗎 結果因為這樣卡住了 所以你就知道工業用地稍微一變更 那他賺了就不只這個錢 那麼其實桃園有一塊地 他本來是故特意輪胎的地 那經過建設公司來賣 在2011年的時候 那麼賣給了宏達店 那時候一平賣十二萬 然後後來呢 宏達店至於本身 因為一些這個關係啊 所以要縮邊等等啊 他後來儲分掉大概是 1.3萬坪的這個工業用地的土地 你知道嗎 本來2011年賣到那間建設公司 他賣回來 但是2011年跟他買的時候是 那時候賣給他的時候是 12萬嘛 買回來以後 兩個數字都顛倒過來 變成1坪21萬 可是人家很聰明啊 為什麼 你現在台灣他們這家公司 那個老闆娘非常的年輕 但是呢 他是這個等於中立的一個 小仲介出身的 可是他自己本身都非常 他知道這些台灣不是有很多 以前的那個工廠什麼 動不動就1萬坪 2萬坪 3萬坪嘛 但這些比如說以前曾愛有 曾愛有啦 然後還是一些紡織啦 他們都到中國或者是東南亞去了 慢慢慢慢這些工廠就沒落 我們到很多地方去 你說台灣啊 那個沒有土地 事實上很多土地 是放匯在那個地方了 所以呢 他把這些1萬坪 2萬坪的土地呢 集資買進 緊接而來 那麼他就把它分割 分割怎麼樣 一兩萬坪你要一口氣去賣給人家 很不好賣 賣也賣不到高價 切割開來 他把1萬 比如說1萬2千坪 1萬3千坪好了 切割成1千坪 1千坪 1千坪 這樣然後呢 事先就規劃好道路公設 那麼在專家的這個提議下 馬上進行包裝 他這樣一轉手 又賣出去的話 最多可以賺到百分之140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他自己本身 那麼從一個這個等於說 中立的一個小仲介 就因為這樣集資去買了以後呢 再分割 再包裝以後再賣出去了以後 短短9年經手了 二十幾萬坪的工業用地 然後最後自己跟他搬公室 超過三百多坪 成為一個擁有十億身價的男人 所以你說工業用地好像覺得 好像沒有這個發展的潛艇 誰說的 要看你要怎麼樣去動腦筋 當然你也要記住 那麼投資房地產不動產 還是有風險 所以呢不要聽人家講了 以後的黑白去買你知道嗎 你要看他有沒有發展的前景 跟你自己的規劃 好我們看這個年輕人是 有眼光又大膽投資 所以賺出了這個十億身價 再來看看新竹 新竹其實有一些公司的這個作風 比較有外商的這個 就是說公司會成不是老闆厲害而已 其實員工這個是人才 也都要很珍惜 這家公司甚至傳出說 有會幫員工買房付頭期款 是真的嗎 真的沒錯 因為那些外商公司為了留住這些 高階工程師的人才 他說你要買房子 是不是頭期款夠不夠 不夠的話 我借你一到兩百萬不等 看他們的年資給 那重點是零利率 而且不是透過銀行 我不會影響到他的信用 直接公司撥款給你 再慢慢的從公司這樣薪資去扣 然後再搭配你的獎金就夠了 我就有遇過一個啊 他就騎了重機喔 再女朋友來跟我看房子 看起來就二十七八歲 很年輕我第一次碰他 他看了就很喜歡 他就跟我講要買了 我說欸好那我們 自備款多少 當然就問一下嘛 這預算還是要了解一下 他跟我講說 他自己準備差不多三百 我說這樣可能不太夠 他說不夠多少 他說一百 他說沒關係公司會給我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他真的也順利了 就公司就說他申請啊 有啊就有這筆錢 當下就立刻簽約成交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外商公司 真的是蠻給力的 他為了留住人才 釋出這種這種利多 不過他也知道 因為竹北的房子真的不好買 這個小小的廟高雄開網店 位於國定古蹟中都專窯廠廠 最近一張募款公告引起討論 上面寫不限金額希望大家集資 因為廟的所在地是公園預定地 未來將爭取土地變更 跟市府買下來 看看旁邊的中都專窯廠 2005年指定為國定古蹟後 廟的所在地被化為公園預定地 廟方爭取保留 目前廟的所在地被獨立劃分出來 廟方繳交一個月一萬八千元 跟土地使用補償金 但關於根市府協商 未來將申請土地變更 再由廟方以大約四千多萬買下來 地震局表示 目前並無承諾 開網店有百年歷史 過去是專窯廠公園信仰中心 廟方以文史景觀爭取保留 讓廟能繼續在公園裡 雖然法人身分能夠募款 但還沒有確定能買公園地 像有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真的在竹北 所有的中介應該都 業者都知道 這買房子用摸彩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真的要怎麼 遠然全都是煙霧 同時間繼續往棋樓放置鞭炮 接著又是一陣炮聲隆隆 最後棋樓成了這幅景象 被炸過的痕跡黑媽媽 一時間難以清除 雙方各說各話 但請醫師因為辦喪事 沒用不連遮擋 診所強調放鞭炮是要去煞 民族專家說明有更正確的做法 道教會用淨水灑在身上就能化解 佛教方面則是會喝大杯水 不過醫師娘選擇 相信放鞭炮擋煞的做法 卻也因此引發鄰居間的爭端 看到警方上門 醫師娘邊錄影邊走出去 她說因為鄰居來門口大小聲 嚇得趕快報警 正準備上警車時馬上拉扯 你怎麼要吵我 你怎麼要吵我 你不是很清理 要怎麼過分 人已經在警車上 準備先到派出所 接下來警車的門被拉開了 雙方堅持不下 警方也趕快要求對方 把警車門給關上 但兩方的衝突 其實早在這次放炮糾紛前 就有跡象 醫師娘拿出照片說 四年前隔壁增見 刮破她家的牆 當時雙方已有嫌隙 但鄰居也反駁 根本沒想要怎樣 是對方也不願意出面處理 醫師娘表示 搬來這五年引發足夠糾紛 現在打算搬回北戶去 鄰居間無法和平相處 警方受理雙方告訴 因為那個社區 真的 沒有 我今天才聽過那個五十五年威士忌 也是摸採了 你有榮幸才能夠買到 真的 真的 那個社區因為很少釋出 突然就釋出 而且不便宜喔 他當初開價一千九百八十萬開價 那大家都知道開價 通常五組都會加一點價格 讓人家殺 結果當天來了四十幾組客戶想要來看 那當然因為現在疫情期間嘛 前陣子的疫情期間要看 那前陣子的事而已 也不可能一窩蜂上去 他說好 那就拿一個小盒子 大家每個位仲介 把名片丟一丟 然後摸順序 例如說是我小莊 你這一組先上去 接下來小陳你先上去 這樣子 第一組下來 立刻就出了1980要買了 因為一想到後面那些人排隊等著看 我覺得那個 你沒說到啊 你沒說到啊 不然四十幾個人你要怎麼辦 會打架啊 真的會打架 那個氣氛真的是賤拔奴章 說真的要搶房子 真的要搶房子 後來那個屋主傑說 那我要改開價 我要改兩千三百多萬 直接講 真的他本來開多少 一千九百八十萬 然後看完他下來就說好 一千九百八十我買了 他說那我等一下 我改一下價格 這麼可惡 沒辦法 他現在是賣方市場 結果呢他就立刻改成兩千三 第二組繼續看第一組考慮 就這樣連續看了差不多三組左右吧 有一組客人就出了兩千一百多萬 成交 就這樣 你說這應該肥說是吧 開價一千九百八十萬 賣到兩千一百萬 我覺得這是應該竹北特有的情況 根本就是竹北亂象 聽到大家講的那麼誇張 接下來政府要打房了 對 在整個九月二十三號央行的 理監事會議當中 確定了一件事情喔 台灣目前利息還是走平 但是六都跟一個特殊的一個地方 叫新竹縣市 最近在草新竹縣市要不要合併喔 那合併那個工程太大了 短期做不到 因為要改法規喔 但他說為什麼呢 太熱 那為什麼真的這麼熱呢 現在台灣有很多人 他就在整個天秤的兩端 永遠都搞不懂 說奇怪了 窮的呢 窮到連房子連看都不敢看 那有錢的呢 買房子跟買菜一樣喔 最近在竹北有幾個社區喔 那幾個社區 剛好就是剛才所說的 有些是在台大的旁邊 有些是在整個百貨公司的旁邊 房子預售案一推出來呢 真的是排隊 真的是大家用搶的 可是各位仔細想一下喔 我身為一個台北人 我到當地去看 台北六七千萬房子等級的 去那邊兩千多萬買得到 然後呢 大家的整個住宅啦 整個社區的環境都非常非常好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喔 難怪那些人買東西會買這麼快 但最近中國大陸出了幾件事情喔 中國大陸現在很多事情在做控管 過去中國大陸他們的戶籍不可移動 什麼叫戶籍不可移動呢 因為戶籍移動還得了啊 十幾億人動來動去的 可是學區房很值錢 北京喔 像什麼朝陽區啊等等的很多地方 小小一間房子賣你台幣三千六百萬 為什麼呢 我好學區啊 你們家的小朋友 以後可以在這個地方住最好的一個 房子不敢說住最好 但是學校是最好的 最近出事了 為什麼出事呢 中國現在就在打補習班啊 大家突然間發現 嗯 那也不用說一定要去住 整個很好的一個地方啊 所以現在呢 北上廣深 很多人欲哭無淚 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出現一個非常怪的一個現象 很多房地產跟你說 買房 那什麼叫買房不用錢呢 你想說我一腳皮膚來住啊 就可以了嗎 你只要承接貸款就好了 可是承接貸款 你要小心喔 為什麼呢 過去賣一千萬 貸款 貸款七百萬 可是市值做五百萬啊 各位這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喔 所以房地產很多人都希望他修正 可是房地產修正 很多房地產會變成負資產 為什麼呢 因為你頭期款很少 那再來就是要跟各位談論到去中國大陸上工 做生意的美國 中國大陸前幾年就要談論到人性喔 所以中國大陸很多的老闆很敢給 所以呢 很多事情 不要什麼法規的 通通都不要 老闆說了算 所以呢 老闆怎麼說怎麼算 但很多台灣人去到中國大陸去到官場 特別是跟國企要做生意 很不習慣啊 真的很不習慣 那為什麼這麼不習慣呢 第一個 中國他們喔 真的是觀大學問大 所以很多時候呢 要老闆說 那老闆呢 你要早請示要晚匯報 要跟他做整個選擇題 而且重點是 中國官喔 特別的大 中國有一句順口六叫做 領導有權利喔 上管天下管地 唯一不管生殖器 所以怎麼辦呢 老闆的秘密 你不能夠亂講